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刚才稍微看了一下女子八强的一个名单当中 其实非常有趣最后的一个八强名单只剩下两个国家的一个对决 分别就是台湾以及韩国的选手要一起来争夺这个最终的一个冠军决战 那我们现在也要先稍微来看一下在名单的部分 那当然在最后这个名单呢我们除了现在看到的全宝美队上位子欠之外 还有陈佳化要队上的是王婉玲 那以及在另外一部分是韩朝礼以及陈慧主 还有陈和云要队上的是李哈玲 整个名单当中其实全部除了韩国的选手是有四位之外 另外四位也就是台湾的好手们 所以等于是台韩之战了 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场比赛的选手 韩国选手全宝美 而另外就来到了台湾的地主好手倩颖虾手魏子倩 都是老将啊 没错大家也都相当的熟悉 而在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是宋杰如先生 现在比赛即将开始 两位选手也都是右手持杆来看一下第一次的笔球 也是相当接近的一次哦 我最后是由全宝美获得了第一次的第一局的冲球机会 之前来的时候韩国选手大概就是金家印跟那个车友兰 在那个时候他们属于比较年轻的 没错没错 那现在金家印他们就退居幕后 是 那也等于说是有点换血的感觉 对 就接班嘛 对 大家不希望在这个发展上面会有断层的出现 好球的 一号做二号三号在最上方 所以看的一做二可能要推干一颗星或两个星做二号 左下角底带 但是不要做得太直 因为要做三号 太用力了 这个角度太大 角度小一点 刚刚好过过去做这个三号 这个就不能勉强了 就是 erkennen了 分他 solvent 不错啊 应该不能勉强嘛 你就停不住 是 这个角度停不了这个 我们在下方 太薄了 那你旋转要够 所以刚才一做二的时候这个力道太大 這勉強打進就做不到球 準備解一顆心 解到整顆 不過看有沒有留下槍有機會 這個不好打 因為3號是可以進的 但是4號在7號後面 所以這個位置欠的拉桿要很犀利 假如說頓桿彈出來的話 一定要過五分點 假如角度不大要直接拉 要拉過中帶才行 因為現在這個角度不大 可以直接拉過去 看他的拉桿的稀利度 拉過中帶就可以了 可以讓他打太薄了 手機還不錯 對著跳了 可以跳中帶 跳要推一顆心再回去 不然的話跳進去做不到4號的 就白忙一場 再來解球 除非跳借5號 定竿地在那邊 你看跳進也是變叼球 是 這個位置完全被自調 而且是完全擋死的 對啊 所以乾脆跳不能跳這樣子 乾脆借5號 進中帶的話母球還可以進攻4號 是 現在機會留給位置欠了 這個位置要做到4號球 就相對容易一些了 對啊 現在要做5了 就拉桿一顆心上來 這個角度做中帶 做直一點 好 這個大底帶還是大中帶 多拉一點 打底帶簡單一點 好球 接下來穩穩的抓住剩下的3球 女子8強 首場賽事 可惜了喔 這邊木球 有角度的應該推桿比較理想 對 對 直接是留下了 因為剛才8號球其實是有進的 對啊 有角度 拉回來直接進中帶 拉得不夠犀利 是 等於最後一球讓 全貓妹可以輕輕鬆鬆的 以自由球擺在一個最適合 他最喜歡的角度而拿下 1比0 好 感覺上在剛才這一球喔 整體做球看 指倩的表情 白白送一舉 是 再看一次這個8號球 在魏子倩的部分喔 在昨天 進行的16強賽事當中 我們是有轉播到的喔 那當時是以7比3 打敗了 莉玲美信喔 來自日本 而全保美的部分 則是 跟她的對手 呂一軒 達到了強位局 7比6 才拿下 其實昨天的一個女子賽事當中喔 稍微看了一下 真的蠻多場 都是進行的強位局 有4場 那包含了這個 台灣的內戰喔 佳化跟阿美傑 也是最後達到強位局 對 因為當時喔 旁邊不斷是 聽到觀眾席的掌聲 就知道哇 強位局又來了 有球進 有球進 1號 球...球型不錯喔 對不對 1號只要打進 2號就嗆聲 3號也 4 5 6 中球進的7號8號 對 1號球稍微瞄了,多花一點時間 打進之後,接下來的連接球 準備要做3號 他擺在3座4的位置 是 3號球稍微瞄了 輕了 這個可以重一點 輕了就不好處理 他要比在發球線那邊 還不如在中代前 對 因為你發球去那邊,現在下去就不好保球 那你就過了中代 有一個6號在裡面 很討厭 5號進 3號進 不過這力道控制得相當好 非常有把握 好 可以推開一顆星 坐在這個5、6中間就可以了 好,推開一顆星 5、6中間 剛好 然後打5號走2顆星一樣 5、6中間 希望可以在第二局有同寫師自己的衝球局當中 拿下個人的第一局 5、6中間 這個就沒攜帶路線了 這個就沒攜帶路線了 是不是 原來是8攜帶 對,沒錯 倒數第二球 對 這個6號應該沒攜帶路線了 5、9安全 9號球 位子倩準備拿下個人的第一局 1比1 在這一局 對位子倩而言 等於也是 大摩 他總共拿了 9、8 17個球 1局 對手1個球 1局 是 再回顧一下 在撐完球之後 整體的一個球情 是蠻利於接著來做一個進攻的 其實拳包妹在我們過去前面 一陣子 在轉播的這個國聯保全精英大賽 他也有來參賽 是 所以其實選手們 其實很多韓國選手 早期就來台灣渡經 尤其這個金嘉義 是 還沒有成名的時候 就在台灣 因為我們台灣女子打球的多 對 他來台灣 睡眠的學 學會講明蘭話 國語都會講 所以都會通 到了外國 英文也可以 所以 他有語言天分 是 這樣也不錯 對 來看一下連接球 不錯 2號要打進的話 3號兩邊底帶都有 2號兩邊底帶都有 看3號 3號要打右上角底帶 就看他打2號 要打左上角底帶 一顆心上來做3號 是 他現在要打 右下角底帶 對 剛好都在一條線上 對 沒錯 母球2號5號9號 是 所以這個2號打 兩邊 隨便打哪邊都可以 我認為是打左上角比較好 左下角 一顆心上來比較好 那這個打 右邊 他的母球 就不能敲到7號 先先打右邊的底帶 母球就不能敲到7號 他可能用推的走3顆心 這樣都不好 是 我們都會 基本球型練球 打5分點 兩邊底帶都可以打 都要下低桿打 是 好 碰一顆心出來 2號剛才全包美沒打進 而且讓他的位置下來到中帶口 這個是8號吧 4號已經進 對 那就3座5了 角度大就用推的 角度小再用拉的 然後推開1顆心 8底帶 5座6 最好是反角 就是母球盡量靠近 可行邊 但是不要貼死 稍微出來一點 打6號我們就往左邊走 7號 是 5號 5號球 看一下母球的位置 這樣剛好 是 中竿橫過去或是推桿一顆心 下點左塞也可以 啊 看一下母球的位置 中竿橫過去或是推桿一顆心 下點左塞也可以啊 那個 太子囉 推太好啦 好啊 換到子倩剛才也是稍微 小小懊惱一下 這推得太算了 本來就是母球下賽 旋轉不夠 這個 稍微有點困 要盾啦 要做八號 對 做反彈 來看一下角度喔 波威也是要打保球吧 看一下子倩怎麼做選擇 對啊 好啊 對啊 可惜喔 母球小心 耶 洗袋喔 當然八號球沒進之後 母球洗袋 等於又再次在這個八號球上面 人家吃 三顆球 兩局 是 再次在八號球發生失誤喔 我覺得八號翻帶絕對比保球好打 是 這樣差別就蠻大囉 原本說其實前面三局照道理獎 應該都是要子倩有辦法拿下來的 對啊 現在反倒讓全保美 反倒是獲得的領先喔 而且其實他上手的次數 而且時間很短 對啊 就打兩次 就打三球 一個自由球 一個 兩次都自由球 是沒錯 而且應該說 等於留下的一個球數也不多喔 而且都是自由球一個機會喔 當然相對就會容易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還沒有看到全保美 真正喔 輪到他來做完整的進攻的時候 他在整體不論是進攻或是 防守上面的一個表現 因為他衝突有時候進 第一個就是打不進 對 就直接輪到子倩的一個 上手機會 我接下來要輪到子倩的一個衝球 再來看看有沒有機會 剛才他是大摩的 大摩 是 當然大摩是最乾脆的 完全讓對手沒有機會來 上手熟悉一下手感 那因為在這次的賽事當中 因為場地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也沒有所謂的練習桌 對 等於說來到會場之後 直接馬上就要上場來比賽了 所以大家能獲得更多次 上來的一個機會喔 對於手感的掌握度會更快 有球進 進兩個了 一號球 一號球 貼褲的話 底帶還可以進 進了四號 五號 這一號剛好 要貼褲的話就可以進 一二三 一號球 切薄球 走三褲上來 好球 不錯喔 一二三剛剛好 現在再來打底帶 這應該要打推了 推肝一顆心 碰到五三號也沒關係喔 或者打中肝 中肝前 碰顆心也可以 OK 要過八號 要過八號 先看一下做六號球的角度位置 只要過八號 八號跟七號的中間就可以 下底帶 左賽 一顆心上球 哎唷 這一球 打那麼輕 他是想要輕輕打進 然後在六號打保球就行 他沒有想要打回去 打回去的話比較 他應該要 趕在二號比這三號要難打 剛剛他想的喔也是 想比較多喔 畢竟接下來要做到就是六號的位子 在路徑上可能卡到八號 他現在打三號下第一桿 到發球線那邊就可以了 第一桿 左賽 推肝就兩顆心 閃過八號和七號就可以 右賽推肝就兩顆心 接續著七號球 不知道 有了 兩球 這一次五顆 八顆三球 對 子倩來講前面確實要發生了一些比較不應該的失誤 對阿 奉送對手兩局 我為子倩 打好的話還是有機會贏 對 沒錯 以子倩的一個實力喔 包含在過去也是各個 國際以及國內大賽的一個冠軍得主 這個搶切短局 對 短局就很看當天 現場的一個雙方的狀況 所以在9號球打進之後 全包美目前暫時以3比1領先為子倩 那在這個比賽當中喔 就像我們剛才講到的搶7局 局數蠻短的 那雖然說現在全包美有這個兩局的領先 不過有可能子倩還是有機會可以逆轉的喔 所以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到比賽現場 歡迎回到2023台速杯ACBS亞洲花式撞球 歡迎回到2023台速杯ACBS亞洲花式撞球 在現在女子組八強的賽事當中 由全包美對上為子倩 而大家我們現在在場邊喔 也有看到許多的一個好手郭伯承 還有相當多的一個不管是觀眾喔 或者是好手們國內國外喔 都來到了現場來做觀賽 畢竟今天的賽事是最後一天 接下來來到第五局 接下來來到第五局 有球技 看這1號 這個角度 打還是可以打的 但是不好打 這個可能要用加藍切 是 進了2號 進了2號跟3號 是 所以1號 這個打進要做4號 可能要做防守吧 他可以 1號在右邊 5球在左邊 另外6跟8來做防守 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 假如說不進攻的話 假如說不進攻的話 喔 大凱要進攻了 打包球 好 太厚了 所以這個角了 還是防守比較好 加藍切台 沒打好 是 好 位置現在加油了 要把握這一局 3比1嘛 這一局拿下就是3比2 對 目前只有兩局之差而已喔 嗯 4號 4號 稍微拉回來一點喔 讓這個5號做直球 然後 6號 7號 應該沒問題了 在球形喔 不是那麼複雜的狀況之下 穩穩的來 嘗試再追一局 6做7 要做正角齁 就是要有點角度 不要做太直 嗯 不要太用力 推桿 不然一顆心彈上去就可以了 一顆心彈上去就可以了 剛剛好 然後做點球在正中央就可以了 可以 可以 拔好球 然後再 拉 拉一點喔 帶點右塞 打右下角 左下角抵帶 角度 不大的話 角度大的話 就做左下角抵帶 都可以 兩邊抵帶隨便 打左下角抵帶 打左下角抵帶 第五局 會穩穩的手下來喔 而且在中間也沒有發生任何的失誤喔 所以讓最後9號球順利打進2比3 再看一下剛才的一個 重播的畫面 最後的幾球 球形上面來講喔 其實蠻好處理的 基本球 對 接下來進行第六局 即將也是要由魏子倩 要來衝球 只要正常實力發揮的話 應該 魏子倩比較 是 是 是 當然魏子倩呢 在過去的一個 成績表現上面 他也是有到韓國進行賽事的喔 在2017年韓國的909號球公開賽 獲得了亞軍的成績 看一下這次的衝球 好 不理想喔 要打push 要打推桿 對 母球跟1號 母球啊 他是往前走的 變成打到推桿了 他也要打我 往3號那邊打 往3號那邊打 就這樣對手翻抵袋了 還是做防守 是 那要看一下他對這一球的一個掌握度 是 他不打的話 對手 那個位子倩可以把母球藏在5號後面 是 是 決定打 好 你看位子倩喔 母球控制在5號後面 好球 好球 完全在躲到喔 是啊 所以 因為這個save很重要 對不對 我們四個角都是母球長球最好的位置 對 對 他不敢打 有經驗的選手 絕對不會讓位子倩打的 你打了push out之後 你其實後路基本上也都已經想好了 對 所以你擺的位置 讓對手 不好打 他不會打 對 他就不會讓你打 你打你就去防 所以防得不好解 解 解到大概也是嗆子球 為什麼 他要走多酷 解到的時候已經 球沒什麼力量 他要走2分 開心 閃過7號 這局拿下就3平了 是 但是這一球的解球差得滿遠的喔 對 所以這也是 因為防守 這個是要學的 四個角 這是基本的防守 可能打的還不夠多了 好 還需要一點經驗 對 要給經驗 這局有位子倩獲得自由球的機會 力量大了 不過也還好 2號離洞口比較近 這個母球要坐在這個三六中間 一顆星 兩個星也可以 從那個6號跟顆星中間穿過去 哎呦 你坐在前面了 可以啊 好 這局子倩肯定是要來好好的 拿下來 這個沒問題 對追 就是6座7啊 是 局數追平的話 兩位選手等於從頭開始 哇 剛講完喔 在這邊三號球又出了狀況 現在要看母球跟三號有沒有 連在一起 假如說連在一起 可以打推桿 可以連擊啊 可能不行 他就要打保球了 做Safe 沒有防守 沒有防盜 對 兩隻桿子都先拿上來 對啊 一個挑桿 充桿的挑桿 剛剛是有掉到吧 後手就提高了 因為 因為 它擋到一點點 用充桿來跳就可以了 是 因為 它不用跳很高 這樣還拿太高了 真的 說實在 放平一點 跳太高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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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但是這個長桿跳球啊 因為 一定不是跳整顆球 是 可能跳保球 所以 桿 不用提那麼高 是 提得高 不準 對 對手就一直做防守啊 對 都不攻了啊 目前來看喔 真的是打得相對保守一點 他打保球繞回來 打保球一顆星就敲到五的 母球往這個 7號這邊走 就OK了 母球繞兩三顆星 往7號的方向走 那3號那一顆星敲到五的 就停在五的位置 哎呀 打得太厚了 手氣還不錯 對 躲在了6號後面啊 幸運的掉球 他很有可能喔 就再給球繞每次機會了 現在要來解球 解一顆星 嗯 所以他就是要解球 整個解的很準 好的 好 alon 感谢观看 这个打五号做六号 也要有向下的角度 就知道母球 他稍微直一点 推过来做 七号可以打右下小弟 是 往下走 这样的话 会保球敲到七号 敲到九号 打太轻了 力道没有控制好 这什么做球啊 这样子做的 敲一下八号走到七 打那么用力 分离脚就不对了嘛 刚才那个六号 应该轻轻地一推就敲到九号 运气啊 这叫听天由命 当然这就是很多时候在讲大力打的话 真的是很难控制 所以刚才那个镜头 没有带到全面的镜头 看他发力的镜头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跑的 对不对 最后九号球打进三比三了 把这个局数给追平之后 双方压力应该 等于说从头开始了 但在刚才的第六局当中 在彼此之间发生的一个状况 其实还蛮多的 运气好 你看这个球 分离脚差那么多 最后九号球打进 前面其实也一直都有提到 在大力打的一个状况之下 不好控制母球 等于说多多少少 有点看状况 看母球跑的位 没有 他先要看分离脚 分离脚有分好几种 一个中肝的分离脚 分离平行的 就是90度 是 那你分离脚的推 就会小一点 用力它就会大一点 是 用力的话 肝法低一点 就超过90度 那你顺推可能就小于90度 哎呀 洗带了 母球洗带 所以全包美 这一次的一个冲球 没有控制好 看看这1号 自己冲完也笑了一下 被这个5号K进了 对 如果被K进了 就没办法了 1号能够过的话 1 2 3 3号可以打底带 4号打中带 8号进了 是 位置先的自由球 打得好的话 一路到底 是 是 当然也是要看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状态 因为对手状态不是很好 你知道 是 位置先当然有一定 他的一个实力水平在 确实在目前国内女子的一个选手当中 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一定的 可能角度太直了 要拉杆 拉杆力道要控制 不然我还可以推杆右晒做两扣也可以 拉杆 这个还不错 控制得很好 那5号打6号 做纸一点没关系 因为6号可以定杆 那7号中带 最后的三球 第7局 7号球 这出手稍微有点受限 好啦 返操 第7局拿下之后位置欠4比3喔 这等于也是他在这场比赛第一次的取得了这个领先的位置 因为前面其实比较可惜的是给对手太多次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第7局的时候终于又是重新的把这个领先的地位给取得回来 而在这边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比赛现场 2063台速杯ACBS亚洲华士撞球锦标赛 后面中看到的是来自台湾的青少年女子选手们 那当然在今天除了男女子的一个成绩之外 青少年的部分男子女子也通通会打出最后的冠军得主 在刚才前面的7局当中 位置欠在关键的第7局是取得了这个重新要回领先的位置 4比3 第8局位置欠的冲球 好 准备来防守了 冲球有究竟 但是1号的那个连接球 应该跟7号碰在一起 那传球也没机会 所以要打薄球 母球啊 两个心看看能不能躲在9号后面 是 但是这样子好剪 这样好像基本上看得到 打得不够薄 好 这一次的解有解到 所以把它带出来 好 就看那个准不准啊 打 右下方的底彈 打进就可以做到2号了 但是不能大力啊 就顺顺的一推 对 在力量的一个控制上要注意 对啊 刚才前面就是有一球的一个处理上 力道是过大 当然也是 但是还是有办法持续的衔接做下一球 这个防守 这个 1号也打得太薄了 要打厚一点 母球 他想要躲在这个5号后面 就打得太薄了 所以母球就K到 K到这个5号 是 好 他打9号 接下来吗 对啊 他接下来要打1号 对啊 他这样子看也看不到 谁都 我们 观众也不知道他打9号 好 做一个防守 是 在进行借球 好球 这个防得好 要借 要借长颗心了 要讨厌一下全保美 要讨厌一下全保美 这个球不好解 是 所以稍微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对啊 要勾的 但是要稍微力量大一点 好 好 怎么是直接打到9号 他给你做个困难一点的 出难题 他这个难题也没有出好 是吧 因为像1号打进 2号也可以做到 是 他应该要怎么打 打9号去 K一下2号 让2号 挡住1号金带的路线 那 位置前只能再防 是 那现在不用防了 只要下一个低竿 K一下9号也可以 不K9号 从29中间穿过来 3号 2号可以直接进攻 是 然后2号的1颗星 带点右赛 跑到球台中央来打3号 不要去敲到9号就可以了 好球 4号 4号 把球线旁边的是4号 对 比较偏左 对 3号 好球 拉杆过中带就行 拉杆过中带就行 再过来做7号 打左上方抵袋就可以了 反正这个7号抵袋 两边的抵袋都可以打 是 可选择的比较多 好球 力量大了 那刚才还不如去勾一下7号 让7号出来 大5号 那现在变成7号 要打 左上方的抵袋 推杆一颗星回去 两边抵袋都可以打 好球 停住 可以继续的衔接 对 7号油 用手停在 打球线的位置 这第一杆 下点左晒 走两颗星也可以 拉杆 好 第一杆就对了 好球 摊上来 好球 第八局 九号球 第八局 哪一波印 现在再一次的把局数的一个差距给拉开了 5比3 等于说 魏梓芊是连续拿了4局 从第二局 个人的2345 都是连拿的 那在这一局的过程当中 当然对手 一度想要出个难题给子倩 对 因为 那个防得好 是 杰夫没有 没解 所以他 宁愿就把9号 K死 其实他 随便K哪个都可以 反正就是 不能 解开来 但他这9号打的这个角度不好 是 变成他1号可以摆自由球 做2号 对 等于说还是有留一条路 对 给子倩 所以这个计划是好的 只不过在执行上面 没有执行完整 因为他还不具这个能力 是 所以让魏子倩现在能够 再一次的把领先 来扩大5比3 那现在来到了第9局 球型不好 1个6号 对不对 现在1号 看不到 还是更到保球 对 应该是有被 阻挡到这个路线 他给弄得更死 弄成 6-8 其实6-8好像传球可以 8号会进 来看一下 5-9 5-6-8 怎麼打 這個畫面 沒得講 敲二號 想二號 走三色星 防守防盜了 考驗解球的功力 不好解幹都用跳的 跳過前方的四號及六號 有機會 進一號 不過這邊先是打到了 六號 提前降落了 所以也讓子倩 獲得自由球 所以我看 可能就是直接 到位 到底了 哈哈 因為下一局是 衝球 而且他現在只差兩局了 這局一下就停牌了 對 推過去 還是頂推過去 等一下要做四號了對不對 三號沒有了 對 二號來就是接四 然後二號一推 推過四號邊上 打左上方底帶 剛好推幹一顆星 過中帶的第二點 好 推幹 好 你看 控制一下離島 沒吃飯 他要推下來這邊打上方的底帶 是 嗯 他因為這樣打那個五號不好控制 那般的話推幹要下點反賽 盡量往七號那個地方 打這個四號就好打 現在打這個四號比較薄 假如在四號的下方往上打 你看五號就很好做了 來回兩顆星 來回兩顆星 打青了嘛他就倒下去了 那個紫球沒有力 他這個 發這個力要走 來回兩顆星的力量 他這個 四號就不會 中途沒力就倒到 是 柯鑫喔 所以這個有 力道上還要再控制喔 對 那今天其實已經有幾球 是 都是紫倩在力道上面控制的一個問題 對 看對手吃不吃得完 對 我看很危險 母車坐了 鐵褲 這個五號就不好打了 是 就是 因為 不好加桿嘛 對 就是往那個方向 五號往那個方向打 母球就會敲到八號 對 直接防守 對 直接防守 在整體房的次數上面 成功率比較高 剛才4號是在洞口 洞口的球誰打都會進 但是要做球 所以很多選手 尤其是女選手 在洞口球都沒有練習 為什麼 打就進了 沒有想到下一步的做球 你要打多厚 要用什麼干法 讓他母球跑到哪裡 這很重要 雖然是很簡單 但是平常沒有打這個球 這個球太簡單了 所以就沒有去考慮 但是要做球的時候 就做不到 由打厚了變煞車 吸褲了 好球 好 好 再做兩顆心 來做7的 好球 這球 還好打千啊 對 嚇了我一跳 這局對兩位來講 都是在驚濤駭浪當中 要尋求誰能夠把最後9號球打盡的機會 第九局 這次的8號球 做9號 打盡之後我就能率先取得青牌 9號 9號球順利打盡6比3 那對於子倩而言 那我等於是率先取得青牌 而且接下來的第10局 也是要由他來衝球 好球 我之前可以說輕鬆過關 是 那他的在下一輪也就是在四強的對手 就有還是一樣 同樣會遇到的是台灣的選手 但是哪一位 目前還在附著比賽中 那當然就是有可能會是陳佳化跟王婉林的勝者 對就會跟待會兒子倩來做一個四強的對戰 四強就不好打了 對沒錯 但越到後面喔 選手都是透過一層一層慢慢往上爬喔 都想要來爭取最後的一個冠軍 所以在下一場 子倩的對手勢必會是來一場台灣的內戰 來到第10局為子倩的衝球 有球進 看一號 再看一次 五號進 這個球從 有球進 一二三四五五個球過線 但是一號不好打 對 對 所以可能要防守了 剛好在右上方的球都不是一號 對 不然其實好做連接 要拼的話只有拼保球了 來回走 把一號打到那個三號那邊做防守 聽牌了嘛 拼一個看看 保球可以打 八點粒 八點粒 太薄 這球還好 因為一做二也不好做 可能那個角度啊 因為這邊中袋不好打 不好打 翻帶也可以啊 推開翻這個中袋可以 也是另外一條路線 對 對 不然的話他就要做防守了 對 準備出手喔 對 對 翻進去了 有進啊 底帶 好 再來一個翻底帶 拉回來 搞不好又進 是 對不對 他 他要拉回七號這邊 六號就翻底帶進 因為 在我們這個科興公司裡面 登桿 母球在六四 他對著六四打進底帶 我們看看會不會進底帶 你看看 他沒打準 他要拉到七號後面 是 說不定六號 二號就進了 剛好就可以切完 如果剛才二號沒有進的話 來看一下位子欠 就看他的啊 功力 是 下低竿 母球 一顆線兩顆 到發球線就可以了 太薄 給對手一次機會 看對手吃不吃得完 這關鍵是六號 對不對 六號現在在貼顆星喔 貼顆星是好打啦 就是看他做六號的角度 對 對 四 因為二號沒問題 但是二號力量不能大 一大的話 三號就角度大 就看四號有沒有被七號擋到 有點驚險 嗯 這個四號黑景喔 今天鏡頭看得到 四號黑景 好 就四座六 這個因為四號太直 變成這個六號角度就大 是 因為他假如說三號再輕一點的話 這個打四號母 就會 往中帶這個方向走的話 這個六號就 應該就是包進了 這樣的定案在這裡 還要一點準度 這樣六號就還要一點準度 對 再考驗一下 六號球 有 準度沒問題 這個又直了 看拉開 拉開 母球啊 不要往中帶走啊 拉不動 這個可以多拉一點嗎 準備打包球 對 等於就連帶影響到 對 九號球 有 一個做球 你包球完了 你就小心母球兩顆心 往底帶走 是 這個是跟高跌桿有關係 這推桿就可以了 你覺得九號球 哇 沒進 看拉往前回推的話 就大概是做球的部分了 連帶的影響 連帶的影響 所以我說這個 還不一定 是 最重要的是六 六做七 你看 做得太直 是 這個拉開又不夠犀利 對 對 這球打進的話 這球打進的話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成功的打進九號球 沒有辦法成功的打進九號球 我覺得 魏靖倩現在感覺有點 抱歉 真的 是 因為當然想要來進攻九號 而且是 想要進攻九號球 不過目標的一個帶口 沒有進不過當然 很幸運 台灣的選手 這個基本都要加強 是 當然在最後 這個 最後 整體的一個 第十局當中 其實裡面的一個內容來講 兩位選手 當然都有一些 地方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當然在這個位置線的部分 當然最終 是拿下了最後的比賽 當然在最後 雖然說是一個 幸運的進中袋 對 不過最後還是 可以穩穩的守住一個比賽的勝利 不過其實感覺上 以比賽整體的內容而言 我們如果往前面幾局來推的話 其實感覺上 應該更早就可以拿下比賽了 主要是對手實力不好 3比0領先 到後來 有機會他也吃不完 是 那魏靖倩 實力是比較好 但是最後這個九號球 的確不是他的水平 所以這個基本功很重要 對 那當然其實就講到了 我們剛剛也不斷有提到 不管是在做一個防守 或者在解球 這個部分 其實很明顯的 我們可以感受到 是在魏子倩這方面 其實是表現得比對手更加的突出 那當然 其實在今天的很多的球型來講 確實在防守這部分 如果你有辦法做好的話 其實就很有可能可以取得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領先了 那所以才其實今天這場比賽當中 再一次的恭喜魏子倩 來取得這場比賽的比賽勝利 那當然在全包美的部分 就比較可惜 必須在這邊八強的部分來止步了 那當然我們要來看一下在接下來 女子的部分 會是陳佳化 還是王婉玲來取得勝利 而來對決上的是魏子倩的四強賽事 而接下來呢 我們會為大家帶來的比賽 是在男子選手 在劉日騰要對上的是來自菲律賓的Johan 兩位選手是即將要來在八強當中來碰頭 那其實在男子的部分 八強名單其實都已經出來了 而且名單一看 哇台灣選手還蠻多的 其實蠻多台灣選手都有持續的來晉級 包含了柯炳翰、徐瑞安、張榮林、呂徽展 以及待會我們要看到的劉日騰 其實都是持續在八強當中要來奮戰的一個選手 那在這邊我們也再次的感謝羅爺為我們進行了一場非常精彩的講評 我是詩倩 我們下場比賽見 掰掰 謝謝 感谢观看